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希望呢 我们整个圆能会呢 各单位的所有的工作伙伴们 那么尤其是身为单位的主管 都能够向主委看齐 能够向主委看齐 要有同样的心态来为人民来服务 现在呢 我想要考验你们 你们呢 这个信念是不是值得民众来信赖 所以主委 您现在在场 我有请副主委黄庆东 他今天没有来 是周副主委今天来 好 我请 哇 这个是前副主委谢德志 我也请不到了 好 核能管制处 这个陈处长 有债 好的 好的 那您请 好吧 主席 我请陈处长 好 那么我今天要请的四位 剩下两位 为什么我这么说 我延续刚刚主委所提到的一句话 那么 现在核四 现在说社会上 对于我们这一个原能会 监管我们所有的这个使用核子能 电能 这么样一个干净稳定的这个能源 你们负负责呢 监督保 确保这个核能使用的安全 这么样重要的一个机关 这么样重要的机关 那么在整个核一到核山场使用的当中 所有的监督的这个过程给民众的这个了解或者是疑虑 包括我们现在核四场在新建的过程当中 民众同样疑虑 他适不适合 有没有在这个整个正常的建场的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现在呢 我们有社会另外的声音提出 核一 核二场是否应该提前出役 核四场是不是应该立即停工 那么针对这两个大项目 今天是本席这个 执询的重点 那么为什么我要请这个四个单位的代表 来跟本席来解释 就是呢 我们看到你们所提出来的这个意见呢 在内部里面呢 就已经非常不一 也就等于相左 那么你们要自己的意见都都不一样了 如何让民众对你们能够产生的信赖 我念给你们听 好 针对核四场整个新建厂的过程当中 所发生出来的滋滋结结 在整个 呃 呃 这个呃 你们所对台电 在整个呃 建厂的过程当中 开出了两千两百万的这个罚款 罚员 啊 这整个十几个案件 罚款的案件啊 是不是 十九个啊 我这边好像看起来是主委 主委曾经说过一句话 不相信台电核四的总体检报告 您说过这句话吗 我 不是这么讲的 我 不是这么讲的 跟委员报告 是 呃 我记得没错是蒋奶昕委员吧 他拿那个 核 核 台电自己做的 核四的总体检的这个报告 然后 问我相不相信那里面的结论了 那我是讲说 因为还在我们审查之中 因为那个时候了 还在我们审查之中 所以我没办法讲说 我相信或者不相信 所以你们有展厅节点去否定到台电的总体检报告 下次你们要发言的时候 必须前后先讲清楚 不要讲那个字就被媒体 就这样子大咧咧的 这个标题就出来了 原人会主委不相信台电何事 总体检报告 那个台电跟原人会 一个是施工 一个是业务执行单位 一个是监督单位 这个矛盾是非常的要不得的一个冲突 我再强调一遍 那一次我记得 就是因为我还没有看到那个报告 因为是我们的同人在评估 不是太太太太太太我们的这个重点了 好 副主委黄庆东先生呢 他说 核电没这么脆弱 OK 核电没这么脆弱 这个 这个就比较公正的一个立场了 不是这么 但是呢 另外一位前副主委 谢 谢德志呢 说过 台电若无法改善 最坏年底要停工 这是前副主委说的话 那么我们陈处长呢 却说了一句 终结 停工是最有力的决定 处长 您是不是曾经说过这个话 是不是 您认为核市应该停工 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前面还有讲很多的话 前面讲的话就是说 在98年政府重新检讨核市的时候 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 但是那时候的建议并没有被这个台电公司采纳 假如那个时候 也就是说采纳那个建议 很可能他需要停一段时间 由国外的顾问公司来做个检讨 所以是暂时停工 不是永久的停工 核市场不要再见了 其实也不是停工了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大 所以要接受你们的意见 暂时呢 要有一段时间 接受国外来评估 是吧 然后再继续进行的话 很可能今天我们就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以后讲话 不要自己去找标题来给媒体操作 好不好 讲了呢 我们现在台电跟原能会 就是一个两个 互不往来的一个单位 刚刚孔委员谈到 他拿一张报纸 我也拿了一张报纸 这个智能不足 也不小是原能会讲的 还是台电讲的 你们说 我告诉你台电说 是原能会说的 原能会说是台电说的 我说你们全部都不足了 专业有余 这个做起事情 这个沟通协调能力 老鼠 老鼠 我把他吓醒了 我想趁这个机会 跟所人报告 我刚刚讲说 我们必须要让民众 对我们信任 所以 主委 你告诉我 现在 处长您请回 那么现在 合适的目前的情况 合适的目前的情况 我倒不相信了 这个事件有什么 弊案了 因为他们 不只用这一个 导管线 用把 把最高级的导管线 用在防水 把应该用防水的呢 用了这一个 这个所谓的 是不是 WNWC 是不是 防服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他有弊案的 他全部都能用防水了 应该是这样子了 我假设了 如果我们不管 弊案的这个问题 主委 这个事情 您只罚 10到50万 可是据说 我也是从报上看出来的 如果你们 要求他们 重做这些工程 我们要花到 1亿以上 是不是有这种事情 是不是有这种事情 不晓得 细节我不清楚 不过 我想我们 一定会有 这个 违规的 这个处分 现在呢 对于 合适我们整个建厂的过程当中 云能会呢 对于台电 发出的 罚的这一个 2200万 我也不知道 我这个资讯 有没有错误 但是大约是这个数字 或是比这个更多 那么高达呢 将近20件 有罚员的 有警告的 有将他们重做的 不管如何 里面有一笔最大笔的 就是他们自行更改 这个设计图 自行施工 这个是1500万 那么呢 我们对于 这一些受罚的 一定有他的缺失 他是不是已经改善了 改善之后呢 花了多少成本 而且他改善的结果 是不是达到 你们的要求 这个我想 在本委员会里面呢 主委必须再找时间 来做这个 详尽的这个报告 所以我想要请教你 合适 该不该停建 以他现在呢 你们说出来 他有19处 讲的比较严重一点 说叫做地雷 我不想用这个 就是说 你找出了19处 有一些台电的 总体检报告里面 发现出有19处 需要去改进的地方 那么这个19处 是不是可以改进 那么是不是又要费 这个很高的成本 来去做 是不是有到 必须要去停 民工不能运转的程度 主委 核一核二核三场 在建场的时候 有没有像核四这么复杂 我想跟委员 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核一核二核三 在过去建场 有没有像核四这么复杂 我想没有 这是第一个 那再回到刚刚前面的部分 我先做两点 澄清 第一个就是 刚刚委员讲说 有19处 所谓地雷 这个不是我们 不是我讲的啦 这是我看报道的 我知道 但是我跟委员澄清了 就是说 这个不是我们找的啦 是台电这段时间 过去这段时间 因为为了要 再提出新的工期 所以他们自己 这个清理了一下 这个电厂里面的 这个 这个有问题的地方 然后归纳出来 有19个地雷啦 那这个这是第一个 那当然这些东西 我们也看了 这些项目 其实对我们来讲 都是该改进的 也是 也就是刚刚前面 也是可以改进的吗 还是会很困难去改进 当然有些比较困难 但是有些比较容易 但是所谓的地雷 当然都有 基本上有它的困难度啦 不过能不能完全改进 这个当然要台电 做进一步的评估 不过以我们过去掌握的 一些这个专业的资讯来看的话 给予一段时间 假如台电能够诚实来面对 而且有决心的话 应该都是可以改进的 他们在建 他们在施工的这个中间啊 除了他们做总体检 发出问题 你们去看这一个 只是看这一个报告 你们难道没有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分阶段的要去监工吗 有啊 是有啊 那为什么 为什么在 我跟你讲 为什么这个管线 电暗线在包装的当中 为什么会让它全部施工完毕 你们再从总体检里面去看到 还是在监工的这个现场去看到 为什么会让它全部的工程都做完了 你们才去看到这个事情呢 所以你们的监督也非常的不利啊 那跟委员报告 还敢讲人家智能不足 跟委员报告 这个核能电厂的这个安全 它其实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啦 那台电当然要做好它的平保 三级平保 那过去我也在这边报告过 我们对台电的这个平保的执行 确实是不满意的 因为你可以发现刚刚所讲的那些问题 很多都是产生在它的这个平保制度 执行不彻底 那我们不能跳进去帮台电做平保 所以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监督 就是在发现他们平保没有发现的一些问题 那我想这些问题假如都在发现之中 这个也不能够说我们是没有尽到责任 所以在这个整个监督的过程当中 这个程序呢是有需要在检讨的 我希望你们能够跟台电呢 好好在检讨 能够在最损失最早的范围里面呢 你们要加强在这个检讨的这个程序 检讨这个程序 我不希望以后呢 要看到总检 总体检的时候 才看到这些 确实应该在中间要及时发现 所以这项呢 希望原能会呢 能够改进 没错 是 谢谢